我深信你和我都很想有一個快樂的家庭 和有一個幸福的婚姻 你知不知道你和我都可以真的有快樂的家庭 和幸福的婚姻 我們應該怎樣做 怎樣學習彼此相愛 聖經裡有一句很出名的聖經 很多時候你都會聽過 或者在婚禮裡聽別人讀過 聖經就是這樣說 它說到愛 它說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當你思想一下這四樣東西的時候 而將它應用在一個家庭和婚姻裡面的時候 你發覺原來這樣的愛 是能夠帶給我們 有一個快樂和幸福的家庭和婚姻 什麼叫凡事包容呢 第一樣 凡事包容的意思 就是叫我們不要吹無求疵 吹無求疵的意思就是 將我們的注意力 放在一些無關痛養的事情上面 不要為一些小的事情去挑剔 或者作難其他的家人 又不要專門提出那些人 人家根本很難做 或者做不到的事情上面 重點呢 不要吹無求疵 包容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不要讓那些小的缺點 破壞了我們大的婚姻 你願不願意學一下 不要再吹無求疵 反而學一下凡事包容 這個是第一樣 第二樣是要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的意思就是 信任你的配偶和兒女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教我們很多的事情 都不要從壞的方面去想 無論這個是我們的配偶也好 我們的兒女也好 不要自作聰明 時時去估對方的動機 如果時時用這個消極的動機 去想他們的時候 令到對方真的很難過 就算他想做一些好的事 你時時都是這樣去估他不好 那你想一下 怎麼會大家快樂呢 英文有一句說話 它說 Giv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就是說 不要經常都是從壞的方面去想 是從好的方面 原來這麼好 他真的是這樣 當然每一個人都會有做錯的 但當我們做錯了事情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想 愛我們的人 繼續信任我們 我下次就不會再做錯 我更小心 所以凡事相信 是信任他們 是時時給他們鼓勵 肯定和欣賞 這個是重要的 第三樣是什麼呢 第三樣 凡事盼望的意思呢 就是叫我們 是看重將來 而非是時時看過去 當婚姻最容易破裂是什麼呢 就是你永遠 不讓對方忘記他做錯了的事 你怎樣做呢 你時時提他 你不要再重新這樣做了 又不要再有一次是這樣 當你時時這樣說的時候 你想想 你著重的是什麼 你著重的是過去 而不是將來 真正學去愛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願意滿足對方的期望 如果你對他的期望 就是時時說他以前的錯 這樣 他會沒有心機再向前走 但如果你讓他有一個新的盼望的時候 他會學的 他會學試一下 是能夠完成你對他的願望 第四樣叫做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的意思 其實大家都明白了 很多的東西 不是即刻就會出現 即刻是會好轉的 我們要時時記住幾樣東西 我願意愛你 我就愛你到底 我願意去服侍你 我願意去幫助你 我又去時時願意去欣賞你 你願不願意真的好像這樣做呢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代我們每一個世上的人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做不到 合他心意 但他都是這樣代我們 我們都願意學校他這樣 代我們家裡的人 令我們有一個快樂的家庭 一個幸福的份人 我們都會做到的 我們都會做到的